眼见不为凭,你觉得是真还是假? 现在请你开始计算黄色衣服的人传球次数。 你有发现经过的黑猩猩吗? 班杰和五熊为了测试人到底会不会视而不见, 安排工作人员随机找路人问路。 此时,搬着板子的人经过两人中间, 路人居然没有发现问路的人已经被调包成身高、发型、 长相完全不一样的另一个人了。 这两个实验都是因为改变视囊, 使人们因为没有注意到而无法察觉眼前的景象有所改变。 对于显而易见的事实,却视而不见。